一個65歲男人星期二晚上報警 說他60歲的女朋友在大埔新圍仔路遇所內昏迷 女事主送院搶救後當晚不治 警方通宵調查後懷疑另有內情 星期三維蜂新圍仔村垃圾站搜證 以及扣查一架懷疑與案件有關的私家車 消息是女死者姓窦 同性業的男友同居在事發的村屋單位 男友星期二晚上11點左右收工揭發事件 警員在單位內發現一盤碳 但碳量不足以致命 而且女事主頭部有紅斑 所以認為事件又可疑 交由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跟訊 不過現階段就未有證據顯示是他殺 正是等待嚴師確認死因